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二年的国庆刚刚过 蔡总统他几乎每一年都说要在对等的基础之下来和大陆对谈 而今年比较新的说法他还提到说要以维持现状为核心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确实两岸似乎是越走越僵 说要好好谈结果是越谈越遥远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侯市长如果说您当选之后 您对于改善两岸关系有任何具体的做法吗 林静良在逐渍这七年来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 他所谓的维持现状其实是打破台海金横的微妙 产生到一个新的现状 造成两岸之间不断地在冲突上 也频临战争的边缘 所以我当选总统 我一定要回到按照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大家好好的照法力的根基 来一项一项的来做好检视 重新回到两岸和平的状况 一来我觉得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一定要坚持 更重要的我们要反对台独 不要让像赖清德 他主张的务持台独工作者 甚至高级台湾独立万岁 在这种情形 就是片面改变台湾的现状 那美国会答应吗 两岸会同意吗 这是大陆的底线 你去挑战它 而且你写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 就没有台独这一条码 你不但是造成亚太地区的不本定 更重要的 你到现在要选总统 你对两岸的政策里面 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如何去降低两岸的冲突 你也没有说 那你没有说你如何建议过 这样一个平稳的两岸和平的基础 没有啊 我何友宇讲得非常清楚 中华民国信法 两岸人民关心条例 然后很清楚的 我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 坚持民主自由自渡 然后台湾的未来 有两千三百万人来节点 这是我第一个立场很清楚 第二个立场 我们一定要备战 不起战 我们一定要做好备战的准备 因为唯有自我防卫能力提升 加强国防金贝 让自己的国防金贝 能够让对方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这也是我在当刑警 在打击犯罪 在营救人质 甚至在逮捕重大刑犯 面对枪林弹林 这是我的思维 攻坚理论 这当中你一定要具备有实力 才可以不断的去从对话过程当中 让所有的误判能够降低 所以备战是必要的 备战是总统最重要的责任 所以第二个 我一定会让我们的备战 不起战 第三个 我一定要降低风险 那要降低风险 一定要从前对话 那我记得我以前在 两岸合作打击犯罪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就跟大陆的公安 台湾的警察们 跟他们有对话 对话完以后 我也这么会请他们过来说 你来了解台湾的警察 怎么样一个做事的态度 比如直接就建立一个复兴 那开始才有两岸合作 打击犯罪的机制 才有司法复制协制 所以有时候对话 是一个很重要 甚至我们也看到 从宗教教育文化经济 大家可以重启交流 让这边就从对话交流 可以慢慢的增进理解 再度能够用实力确保和平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两岸在未来的总统 我们一定要非常务俗 稳健的重启对话 风险降低 所以我说我未来会扮演一个 和平的促进者 风险降低者 让两岸关系慢慢的稳定 让两岸变成台海安定 台湾安全 让世界安心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们听到您刚刚 其实很清楚的表达 先前您所提出来的 这个3D这样的一个框架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蔡英文总统的任内 她其实军费的成长 高达38% 国防的预算占了 GDP的2.5% 您认同吗 您认为就是光是扩张军费 这是确保和平的方法吗 其实扩张军费是要看 在整个台湾的安全上 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让对岸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所以国防预算的增加 如果两岸以现在的关系 非常的紧绷 那国防预算一定是会相对的增加 尤其国防预算相对的增加 像是2.5%的GDP 未来如果两岸关系更紧张 也许还会到3% 那除了更紧张 搞不过还会更多 我们看到隔壁的新加坡 其实他们的国防预算 GDP是3% 那其实台湾面临现在的状况 国防预算 我们必须要做好 要有实力 确保和平的准备 当然同时更重要 你不单要确保实力以外 你要记得 你要跟你的印太地区 临近的友邦 甚至全世界 要做好朋友的关系 大家要有民族自由联盟的观念 一个人走 还不如大家一起团队走 所以这些的关系 还是要保持一个协调合作 所以像新加坡 我觉得他的国防的预算提升 他自我防卫能力提升以外 他也跟临近的邦交国 大家有深厚的友谊 所以这也是我们台湾该走的路 事实上您的对手赖清德 过去在国民大会 曾经高举台独万岁 虽然他现在改口说和平保台了 但是有人就说 如果赖清德一旦当选的话 他一定会宣布台独 而台独就代表一定会有战争 您的看法也是如此吗 他在行政院的背心台 他自于说 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他也有高级 台湾独立万岁 这个都是事实 既然是一个事实 你敢说了 而且你说要去做一个务实的推动者 你现在的内心的想法 跟你以前的行为 我相信人民眼睛是写亮的 那要改变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因为他已经内化 而且这是他的理想跟价值 更重要还牵扯他的诚信 你以前讲过的话 而且这个核心价值是 是攸关两岸之间的大事情 你敢说 你就敢敢去做 你要做 你不要到了选举 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反对台独都没有说 我也觉得很奇怪 还说 为什么不敢讲 我们现在就继续说 我说 你如果继续说 我又欺负你 因为每一个人有言论自由 我尊敬人家的言论自由 但是 你的言论自由 讲了 你就需要负责 讲了 你说你要落实去做 我也确实看到你 不断地 用台独的方向 去消灭中华民国 所以这一段都看得出来 所以你内心想的 跟你所表现的行为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走不一样的路线 希望能够保卫中华民国 但最主要还是要能够当选 但是在当选之前 前一天 大陆对台湾2509项产品 要做贸易壁垒调查的结果 就要公布 刚好就是在总统大选的前一天 这是不是意味着 大陆要观察台湾 到选前的最后一天吗 您认为大陆是在透露出 什么样的讯号呢 而如果您当选的话 有什么实质的解决办法吗 大陆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 更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在平等尊严友善底下 大家好好就这个部分 好好去谈一谈 不管它是在哪一天要公布 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更重要的 我们在这准备过程当中 还是要多沟通 多了解 因为大陆毕竟是 全世界占有三层的制造业 所以台湾对大陆的依赖度 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你一下子在制造业 或者在其他的产品 要重新的去像类似 然后TO或是所有产品 重新去检视 我们的避雷调查 那这里方便 我们一定会受到很多的应应上 必须做好准备 不然你这个冲击下去 对我们当时在依赖大陆的 这些业者们 其实带来蛮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必须要观察 大陆这项举动 我们绝对要做好准备以外 更要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我很期待 在这一次的险阱的过程当中 这个议题 其实我们也可以拿出来谈 我们怎么面对应应 你有什么做法 不然你大陆采取这样一个 调查的方式 采取这样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策略方向 台湾如何面对 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两边 因为这过程当中 没有沟通 产生更多的误判 所以只有我当选 我会马上重启 所有的经济 贸易 甚至包括宗教文化 甚至包括入生入克 大家重启对话 彼此之间开始交流 先把这个部分 我们好好地去想一想 比如像我们的一华这个问题 像我们的后帽这个问题 我们要赶快跟大陆 坐下来 大家面对面 去谈这些事情 可能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赖清德他现在看起来 好像很温和 然后他又说他要亲中爱台 但是有人说他会不会是装的 您怎么看 民进党这几年 他也在主政 他也参与在这里面 那你参与在这里面 为什么会引起 慢慢引起到兵凶战委 你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你也当过行政院长 你也讲过物质台独工作者 所以其实要观其言 查其行 大家都很清楚 只是放在心里 不愿意把你戳破 有人是讲得很清楚 甚至其他的国外 也看得很清楚 只是大家 哎呀知道了 那大家面对这个事情 我相信民众 应该没有问题 可以判断得非常清楚 所以像刚刚谈的 贸易的壁垒调查部分 如果让耐清德当选 耐清德已经触犯了 中国的底线的时候 大陆还要谈吗 当然就不要谈了 影响是谁 两万的关系嘛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一定要谨慎的面对 2024的总统选举 要找出一个 可以让台海安定 台湾安全 而且让我们经济 可以贵合一群的人 来做总统 对于中华民国领导人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维持和大陆和美国 这两强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来谈谈美国 侯市长这次去访美 会晤了有16位的参众议员 而且也拜访4个 非常重要的智库 许多美国学者都给您非常正面的评价 所以您能够跟我们透露一下 你们都谈些什么吗 我到美国去 这一次非常谢谢 IT也非常的帮忙 还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美国的住库也好 纽约市的市长也好 也包括我们的侨胞 那这当中 大家都跟我有见面 那这里面见的最多的是国会的议员 大概见了16位 有5位参例员 11位众议员 其实每一个人的计交 住库有4个 大概将近来了6、70个学者 每一个人问的问题 几乎都是一样 他关心了你当总统 你要把台海的安定 台湾的安全如何做到 他每一个都关心这个议题 然后关心这个议题完以后 才会关心我们的经贸 以及关心在两岸的处理上 这些问题 你的面对的态度是怎么样 所以其实很重要 他还是回到一句话 两岸国防外交经贸 这四大议题 所以这四大议题 其实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我面对所有的住库 大概这么多的学者 我都一个人直接回答 很清楚地给他们回答 我的3D策略 就是我的攻坚理论 这是我打了无数次的枪战 逮捕无数次的重大刑案 所得来的经验 所以那时候我提了 就是两项嘛 用实力确保和平 用交流增进理解 然后把3D策略概念 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让所有的学者们 专家们 甚至资深的国 这些关联们 一个一个给我回答 除了问这个部分以外 他也问了 我们的经济的产业链 你如果去做好供应的应应 我也知道美国采取近岸外包的方式 那我们也相对的去采取分散式 那有岸外包的方式 去做好应应 所以慢慢降低 对大陆的制造的 生产的这个依赖 我其实会讲很清楚 当然把核心的关键技术 留在台湾 事实上很多人是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连格莱怡 因为他有青绿的色彩 他都认为你讲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你是怎么说服他们认为 其实您是一个可信赖的伙伴 这个大概跟我的 整个早期的工作背景有关系 因为我是一个警察 警察最重要是一个国家 正义荣誉 为国为民 奉献牺牲 那毕竟我是警察出身 我也已经早期 我也是国安团队的一言 更重要 我也在警大当过校长 校长培养是国家安全的干部的 安全系 那有移民 有海巡 甚至有外事 还有监守的矫正 这些干部都是在警大培养出来的 不是只有警察业务的打击犯罪 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教授对这一块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用我之前的经验 包括我在警大 教学生了解这些教授我们的想法 再加上现阶段的整个我们台美关系之间 如何去面对两岸之间关系 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一个长期的盟友 所以在这当中 我们就会紧密的把所有的关联做一个沟通 所以谢谢AIT主席 联系两天都陪着我 也谢谢我们在当时 所有的这些资深关联 以及包括智库的学者专家 几乎对我没有什么意见 都非常肯定我的说法 许多人质疑在民党执政之下 有许多的弊端 包括像是这个光电的弊案 然后88枪 绿电疫苗采购等等 这些很多人都质疑会不会当中 其实是有贪腐的存在 你认为这些美国知道吗 美国不清楚吗 而美国是一个能够容忍贪腐政权的一个政府吗 没有一个政府会容忍一个贪腐的政权 全世界所有一个贪腐的政权 那马上就倒了 所以尤其一个民主自由国家 法制国家 对这个贪腐更不允许 因为人民会随时把你推翻掉 你有贪腐 现在你要当这个政府 谁信任你啊 所以美国也不可能允许这个贪腐 我更不可能嘛 因为我是这个 一个警校毕业生 就是打击犯罪 你更不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嘛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不但要自己做到 更重要也要去检视 这样一个官商国杰贪腐的政权 影响到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影响到我们推动的行政效率 更影响到国家裁员的浪费 那也影响到整个升迁的住宅的士气嘛 这影响太大了 所以贪腐是绝对零容忍 绝对没离开嘛 所以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府敢这样做啦 除了外交还有内政 事实上呢 其实有超过五成的国人 他们都希望能够政党轮替 最主要是因为认为现在的执政党 其实是有贪腐弊案的 侯市长说如果您当选总统的话 包括像是大法官啦 监察院啦 中选会啊 促转会 你通通都要砍掉重练 然后还要重启特征组 然后要办贪腐结构 所以具体上您打算要怎么做呢 从哪里做得起 从什么案子开始查 会有多少人下来查病 我是办案出身的 办了将近三十年的重大刑案 所以办案对我来讲 是非常熟悉的 这一个案子如何成案 如何把它办到所有的案子 很清楚地对人民的交代 这我一定很严重的 所以我上任以后 半年内 我会成立特尊子 由最高检察署 我们开始用专业分工 分组 针对人民最关心的 官商锅节的弊案 我们一个一个查 比如说高端 要不要查 弹的弊案要不要查 力电要不要查 还有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对民进党里面 当时的疫情 除了高端以外 还有很多的公司 小吃店 可以带你快筛计的 这些问题 我一个一个成立专案小组 然后调集各地检署的检察官 全力针对这个案子 好好的查 我们希望我上任半年里面 就能够成立 然后分案就积极地一个一个查 我很希望 能够快速地 半年成立 希望在半年以后 能够有一个成果出来 所以半年之内就会成立特征组 然后再过半年 也就是一年之内 希望一个一个都能够对人民 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 要办就办得更快 办得更清楚 让后面的人 这样不敢乱目嘛 我最不喜欢这个 我出来嫌疾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国家安全 是因为我一世人要过的 以前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 现在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是两千三百万人的生命 我要站出来保护 为国家奉献 第二个就是我当刑警 捍卫公平正义 这是一世人 我的职责 所以我经常说 对好人 坚困人 选择人要比较好 对坏人 坏事 绝对不要轻易放手 绝对不能客气 2024蔡英文虽然已经卸任 可是她提拔的人马 到时候还会遍布在 整个政府机关当中 所以您如何能够确保 整个查币 真的能够查清楚真相 所以我必须要 重新的混合编组 然后调集不同的单位的人 变成一个最坚强的特尊子 然后这个专案小子 针对一个案子办完 我们就换别人 解散 重新再组一个专案小子 这样避免之间 也许有留下了很多的人情 或是有很多的关系 那这样子一个混合编组的力量 然后一个案子一个案子 不一样的人来办 那相对的 他所宣承的这些人际关系的包吾就会相对的减少 所以我们自己内部就要开始做好混合编制 就像以前我在发动所有重大专案 我拿一个分级就掉一个 这个分级掉一个 刑警到内掉一个 三四个 只一个小子 我找一个leader 那大家情细取利 所有的关系 大家就会 不会因为 这个案子 都是固定的这些人 那相对的关系的包吾会比较重 那分散以后 大家就会同心其力 在领导底下 那个关系就有连结度 就会比较少 就会专心把这个案子办出来 如果半年之内没有成立特征组 一年之内没有给大家一个真相 一个交代 那应该怎么办 我一定会给人民一个很轻的交代 我一定是公开透明做交代 我相信我不再可以做得到 如果今天我会有意做不到 挽会人民对我的期待 所以我以前在办案 我几乎所有案件我都会侦破 当然不是说每个案子 我完全百案子买会侦破 但是我相信我以前的办案 则所有的弃而不死的精神 努力的搓尸剥茧 要求特征组 独立专业 把案子办得很清楚 其实办案的方式 用现代的科技 以及所留下的痕迹跟证据 可以做了更多的稳和度 我相信我们一定有能力可以做到 其实能源不但是国家发展重要的根基 而且恐怕也是前任政府 大家最关心的这个 有没有贪腐的问题的一个重点 有不少人都怀疑说 民进党反核 是不是根本不是为了台湾 不是绿能发电 而是绿能发财呢 台电跌倒 绿能赚保 全民买单吗 好 民进党的派系要脚 是一戏之间现在好像都变成了绿能的新贵了 重点是绿电的合约 当时一签可是签了二十年 所以保证他们能够赚钱赚上二十年 所以如果您当选的话 您会处理这个部分吗 会不会重新审查合约 你看一个合约 签二十年 二十年 从小爱出生已经长大成人了 二十年的合约 当时候合约的价钱到现在 等不到几年就差距这么大 合约当时怎么签的 这是要全民买单 那你买单了二十年 带来对国家的整个经济 以及带大家对政府的不信任 你要想想看这付出的代价多大 所以我上任 所有的合约我要重新审慎的去处理 如果今天合约是非常的公正 没有问题了 绿电不是不能做 绿电永续是要做的 我就会让他加速 但是有问题了 很抱歉 这也是把它列为该查办的一项 所以不能说绿色 绿色绿能发电 是绿色发财 那变成说 只有绿电绿能 我们都不能 那用这样的方式怎么对呢 我要有能力把你查清楚 该合约重新审查吧 对所以很多人说 希望能够还电于民 还财于民 因为我们要保护人民的纳税钱 还给老百姓便宜的电脑 所以如果有不公不义 有贪腐的话 是不是不再追证20年 一定要重新来过 当然如果查出来有不公不义 查出来里面有 合约上对我们是不公平以外 更相对的违反合约的精神的话 该重来就重来 如果还有官商工程 该办就要办 这个绝对不索软 好 那我们又要进入到 今天的重点深水区了 因为现在的民调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蓝白到底合不合 什么时候才要合 其实民调显示 不管是侯科配还是科侯配 都可以大赢赖销配 您跟柯文哲都是主帅 针对蓝白整合 你们两个人到底有没有 面对面好好谈过 其实我跟柯市长 我现在的柯主席 我们在双北的过程当中 其实合作都蛮愉快的 那这些合作的一块 大家彼此都留下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一致的 那担任民众党主席 那国民党 推派 征双我出来的 做总统候选人 我有责任 让民众所期待 政党轮替 要下架终结的贪污 我有责任把这个事情 要完成人民的心愿 对我来说 人民国家第一重要 第二个才是政党 下来是派系 我最是个人 那回头过来 我就是国家人民第一 政党其实个人 放在最后面 那今天我又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我相对的要在政党理念底下 跟政党契合的走在一块 民众党有民政党的主体性 国民党有国民党的主体性 我乐见在人民对国家 因因的期盼 是要有一个轻言有效能 能够维持两岸和平的政府 人民这样一个期待 又有六成五的人 希望下架民进党 在这样因因期盼 我有责任跟国民党 要跟民众党 大家好好的 诚意的 在不设潜力底下 大家好好做好沟通 面对大家的期待 不能让大家失望 这也是我要做的 这也是我的责任 所以在这段时间 出口前 我有跟柯市长 通过电话 那非常善意的沟通 他回来以后 我也很成本希望两方面 旧理念 旧核心价值 旧未来合作事项 大家很清楚地把它谈好 这才是一个政党的合作的基础 那合作的基础 只要大家谈好 很多事情就会很自然 就会水到其成 所以我再三提醒 我们的选办 为麻烦国民党 大家要输出最大的包容 体谅 那也要输出最大的合作的诚恳 我很希望在短期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人民其实真的 蛮期待的 这也是我们必须所面对的挑战 但我希望这个事情 应该会有很高的机会 大家都会往这个方向而努力 我相信柯市长 也会往这个方向而努力 所以过去从来没有 面对面的谈过 其实柯市长如果针对 这个部分的话 当时因为这是一个政党政治 是一种政党合作 所以政党的合作底下 在政党先把政党的理念 合作的方向 如何大致的 当然我跟柯市长 我相信 以我们两个之前以前的默契 基本上我们两个见面 绝对不会是多大的困难 所以先前您曾经有说过 在柯文哲主席回到台湾之后 打电话没人接 现在他从美国已经回来了 然后也换了新的手机了 所以这个电话打通了吗 我相信这个电话的 过程都不会是问题 那因为他刚回来了 虽然我看到美女说 他电话掉了 那我也想说 他回来了一两天了 大概时差过了 我就主动打个电话给他 我打了两天嘛 恰恰他也没接电话 我想是不是手机还没换好 我也不得知 不过那幕僚都已经有接上头了 讨论议题就开放了 甚至他也讲说 民调怎么样 辩论怎么样 这个都可以讨论的 没有什么事也不可以讨论 讨论是不设前提的 所以我蛮尊重 柯市长他提了很多的意见 对我来讲 就是包容对方的意见 然后大家好好的沟通 就唯有大家的一致性的同心协力 有时候想一想看 男女要结婚 过程总是要 大家有一些 共同的价值跟 彼此之间心灵契合 那其他的细节 其他的细节 是不是要参加家长头 那又另外一回事 现在比较不会了 但是也会谈谈 那我们过程 我们家要住哪里 我们家庭幸福 如何创造更多的美满 那其实他彼此之间 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 心灵契合 然后大家更重要的 我们结婚以后 我们如何让这个家庭 幸福更好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不是 台湾政党合作 绝对不是谁去病谁 或是谁看不起谁 都不是嘛 就是两个个体 合在一起 组织一个家庭 让这个家庭幸福美满 那不是都好的一件事嘛 那应该是一个喜事嘛 所以现在是确定 双方都有结婚的意愿 只是末了在谈如何结婚吗 我们现在往这个方向在努力 我们往这个方向 因为我 其实我在跟科斯坦的国通 我一直认为说 从以前我跟他国通 也没有什么多大障碍 那我也相信 大家只要诚心诚意 那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跟理念 那一步一步往前推进 那当然 自然事情就成了嘛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看起来显然 现在双方的左帅 其实还没有机会 亲自说上话 所以都是派出了幕僚在谈嘛 所以共党派金普通 民众党也派了黄珊珊 要来做这个幕僚的磋商 但大家就很好奇 到底有什么非得要幕僚先谈啊 为什么不是主帅亲自谈呢 会啦 我们会说上话 安心 我们会说上话 这一点我非常有信心 我们一定会说上话 对 幕僚先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谈的是什么 幕僚现在就是两个那边坐下来嘛 因为我看科斯坦也提了一些想法嘛 比如说内阁制的问题嘛 那听政会的问题嘛 那我们这边提的是 我们的核心价值 到底台独反台独这个议题 或者是我们两岸之间的相关的 这些比较重要的和平的嫁祸的问题嘛 那更重要就是那些贪污腐败的民进党 你还不要跟他合作吧 你是要跟男合作 还跟谁合作 不要说到时候 大家选完了 结果不是这样子 还是民进党自己在行政院 或者在自己的体系里面 那这样子 人民期待不是这样子 人民期待是换一个政府 只有你换了一个政府 除了总统换以外 其他的都没换 那能符合人民的期待吗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细节 还是要大家先讲清楚 我觉得这个不会说很大困难 我到今天都没有很大困难 只要大家一年谈都没有问题 那我跟柯市长也不会有多大问题 没有所谓大家什么主战派 歌派没有 只有一派 中华民国派 然后消灭台独派 两岸和平派 经济环荣派 没有什么派 一切为国为民 而且一定要相忍为国 市长这边证为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其实现在最大问题 恐怕是时间 我们现在看到会前会 现在压了时间说 一个礼拜之内一定会来会前会 但是两边的主帅 什么时候才会碰面呢 10月中之前有可能吗 我们会随时保持沟通 你放心好了 这个你放心 我会随时保持沟通 随时沟通 就随时有可能见面 南麦河不可能 到了登记前一天才决定要合 对不对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是蛮重要的 所以双方主帅有预计什么时候要见面 10月下旬之前 10月之前会完成吗 我希望先两边 马上坐下来谈一谈吧 那应该很快吧 我基本上我也跟我们自己的团队说了 尽量用一种体谅对方的方式 赶快坐下来谈 那我相信柯市长那边也有诚意 大家彼此会坐下来谈 所以一谈很快问题 都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是抱持乐观的方向在看 我从来没有悖观过 而且我是用办喜事 开心的心情 大家并肩作战 最重要是开心什么 团队合作 迎回中华民国 迎回两岸稳定 迎回亚代巨区的和平 这就是我要做的 让国家的未来安定以外 可以让我们的人民可以过一个好生活 这也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吗 所以放心 我都会用这样的力量往前走 不过有这件消息说 黄珊珊这边说 如果十月底谈不成的话 那柯文哲就要选到底了 市长你怎么看 其实谢谢大家很多宝贵意见 个人的意见 我都不会去评论一些事情 因为我只要相信大家有诚意 那个人意见我们都可以尊重 最重要大家都有诚意 我们是一个team 是一个团队 不是一个个人 那我相信柯市长也是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都是一个team嘛 那主帅的意见很重要 那既然主帅的意见 如果大家能够契合 很多事都可以谈得更顺 所以这个部分也请大家安心 我也都很期盼 我跟柯市长两个人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多多沟通 把很多事情沟通好 那我相信柯市长也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我们一定会两个共同努力 而且我个人一定会相忍为国 为民创造更大的安定跟福利 柯市长这边看起来 其实对于柯市长会是比较开张 说什么都能谈 但是我们也听到柯市长这边很坚持说 一定要辩论不然没得谈 所以这个市长这边你赞成 你也愿意辩论吗 这些都是在讨论的议题里面 你不管说要辩论要做民调 我们谈的三个层面六个方向 其实大家都来谈 把这件事情谈好 对不对 那至于总统的辩论 那当然到最后一定会有总统的辩论 所以其实我们先把这个部分 两党的合作的模式 那可以做下来把它沟通好 包括你要谈的民调 要谈的整个 你讲的那个什么要做辩论 我觉得这个都是两个人坐下来才可以谈的议题 对不对 辩论有辩论的方式 民调有民调的方式 你不坐下来怎么谈 那我们这边谈的一些核心的价值 你要不要赞成 所以大家都是彼此之间 大家静下心情 好好的坐下来 那彼此之间有条不紊的 大家来对 问题在哪里 大家要互相包容 互相提高 事情一定成 那末廊台湾之后是由您拍板定案 还是朱主席拍板定案呢 因为我是国民党征召出来 我会尊重朱主席 不过我相信朱主席也会尊重我 所以我们两个合作不会有问题 那您放心 我在这里面一定会办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 既然到了最后了 自己当主帅 就要溢价亲征 负成败责任 我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 既然接受了国民党征召为总统候选人 我里当扛起总统未来领导人的责任 就像我到美国到日本 在所有的证件的发表 我还是自己亲自上 亲自讲 这才是我应有的态度 所以我跟国民党一定是连结在一起 政党政治 虽然我是一个个人 但是我是总统候选人 所以奉心 我跟朱主席都会保持密切的合作 希望这个大局能够完成人民的期盼 司法是最后一道防线 很多民众现在对司法是已经没有信心了 你也提到说到了这个 您如果当选之后呢 因为现在大法官15位 通通都是由蔡总统来提名的 所以您说大法官你要砍掉重链 您要如何来做 其实大法官我希望建议到了不要再连任了 就一届 大法官就一届 非常的清楚 不要老是去押政党 押政党不好 法官就法理好好去尝试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法律的方向 所以大法官 所以大法官时间到了就不要再连任了吧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大家都有机会用不同的理念去思考一个国家未来的方向 这才是好事 就像有时候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潜力如果摆在那个位置上面 摆久了他所有的人际包袱也都会来 就像我以前在当警察一样 你当久了尤其你在高位当久了你不轮动轮掉的话 那里很多的问题慢慢就会浮现出来 所以我当时我想想我要13年可以当特阶的警大校长 或是其他的重要职位 我也觉得我该离开 因为你站了一个位置 可以讲说你刚工作那两三年没问题 等你坐到四年以后 你接着这个位置再坐下去 你就是你该坐都坐了 那剩下就是很多的人际关系的包会给你一些影响 其实你就该换了 所以那时候我离开警大当校长 回到来到新北市 选择另一条路 就是给别人机会 给自己机会 更重要让新陈代谢 不断的让这个团体能够往前运作 大瓦官也是一样 要让一个大瓦官不断的在这过程当中 把这个柱度建构好 那一批来 那新旧交替 那这样子就不会变成为了政党再服务 或者一党独大 久了以后 这些都是你的 解释都是你的 那人们怎么办呢 所以这该改变了吧 不过事实上除了大法官的组成之外 有很多人质疑的是 最高法院的院长是我们蔡英文总统的表姐夫 所以说 如果是您当总统的话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而我们要如何来重建民众对司法的信任 不要说司法 每一个体系都季节官说 季节跟你有情代关系 或者特殊的关系 去用特殊的人 当然我也不能说 我的心在哪里 你什么都不能用 也不能这样说 起码要经过大家严格的考核 不是单独你一个人去任命他 大家严格的考核过 这个人是适任的 而且公认 尤其像这种法官这么重要的位置 一定是德高望重 而且是在整个司法官体系 赢得人家的尊重 而且相对的身为总统的时候 不要伸到司法体系里面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美国已经清楚了解侯友宜的两岸的路线 那是不是也应该让大陆能够了解侯友宜的两岸立场呢 而中华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中华民国的路 不要忘了 我是写法律出身 但是也是写实务出身 所以我懂犯罪侦查 也懂犯罪见识 那也懂刑事司法 那在我的观念里面 我是比较灵活的 就是在法律是一个僵硬底下 我们如果去灵活应用 所以我一定会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这是永远不变现在前台湾最大的共识 这个共识底下 一定要在这个共识底下 以用平等之年的方式 就像我当时在两岸共达的时候 也没有法律规范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 他说他要过来 我说你过来 他派一个人过来 我说你过来 我货责接待你 所以我就跟他聊聊天 聊聊天以后 说未来海基海蝎速度太慢 因为人被绑了在这边拿钱 如果光靠海基海蝎速度太慢 我说怎么办呢 他很简单 你派一个人到澳门 我派一个人到澳门 大家用笔记签认 那以后就是这个人签了名就算了 也不要什么文书 所以那时候合作打击 换结都坏了 就大家签个名 传过去给他 他传过来给我 两边就抓了 不然你还敢时效 所以其实很多的法律底下没有问题了 然后很多的对话 只要大家是为两岸人民福祉好的 我们都可以快速地展开 所以那段时间 因为在这样的关系底下 所以两岸之间合作打击犯罪 后来才会奠定正式签上 所有的约定的一个条款 这也是从那个时候 我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都可以做得到 更何况国民党长期以来 都是保持一个友善的态度 更能够做得到 几乎所有要参选总统的人 都一定会安排访美的行程 但是我们和美国的关系 和大陆的关系 是否对你来说同等重要 你是否有考虑过 如果说在选前有机会 或者的话 有可能会去访问大陆 因为我现在只剩下93天 只剩下93天我每天的行程 几乎满满满满满 也没有多大的时间 再到其他国家去了 那我必须要面对 国内的人民 我要不断地去告示 跟人民来做报告 我当选总统 我要实现的政见 可以未来带给中华民国 是一个永续繁荣安定 的一个好日子 所以这个部分才是我现在 所以我现在大家都去诊咖 大家说去菜籍 大家都跟民众搬拌 去庙口开讲 甚至有时候 也会亲自民众邀约 到他家的客厅坐一坐 一百个人两百个人 我也跟他们聊聊天 我其实也蛮开心的 所以其实我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要寻找地方 让民众多多了解我 毕竟我虽然是南部小孩 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大喊 那长期来 也是在为全台湾在自然场努力 那毕竟你接触的人还是有限嘛 就尽量多接触 那有机会尽量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我们的人民 人民也可以去检视我 四十几年的工作 之前我做了哪些事情 来印证我未来可以为大家做 什么样更多的事情 所以一个总统在两岸 国防 外交 经贸 你只要能够展现出你的态度 那再加上你在内政的过程当中 你以往过程的政绩 像我当新北市长 我就联系四年 就是五星级的市长 联系都是民调最高的市长 我相信不会是因为选举短几个月 那你以前的行政的能力都没有了 不可能嘛 那就是一个选举 那有人会对你不了解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必须要把我的新北市 后市我在警政工作上 所展现的绩效 让人民很清楚 检验我的过去 然后才知道 我一定可以扛起责任 能够做好一个总统 来为国家 为人民 创造更多的谷质的融体 好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也很高兴能够邀请侯市长 来到庶民大头家 和我们畅谈您对国阵的 过话的理念 也希望能让我们选民 更了解侯市长 他在心目当中 要如何带领这个国家 我们非常谢谢市长 谢谢小哈 知识人 谢谢